特教宣導 親愛的上司國小的小朋友們 大家好 今天呢是我們特教週的特教宣導 首先由我是寶貝熊班的葉佑老師 要來帶給你們來讀這本繪文 那不知道小朋友們有沒有看過 或是知道恐龍呢 恐龍啊他曾經也活在我們這個地球上 只是他們現在已經消失不見了 但是班上呢 或者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有沒有一些小朋友他們的表現 會讓你覺得有一點像恐龍的感覺 那今天呢老師就要跟著我們這支恐龍 帶你一起來讀這一本繪文 叫做恐龍怎麼去上學 恐龍怎麼去上學 是走路還是搭車 會塞個動彈不得 恐龍會不會抓著他的大尾巴 然後慢慢的趕上校車窗 會不會落腳生氣又懊惱沒有趕上校車 當恐龍到學校的時候 他會不會跟同學吵架吵架吵架 弄得一團亂呢 會不會看到別人的午餐好好吃喔 就抓起來放進嘴巴裡呢 會不會在上課中小的時候呢 就激激茫茫的激茫茫的上樓梯呢 會不會在分享的時候就干擾別人 弄別人弄別人卻一點都不在意呢 會不會忽然的大叫呢 會不會在上課的時候就翹起他的尾巴 然後動來動去動來動去的 然後把尾巴高高的舉起呢 會不會在上課分享的時候舉手 然後呢一點也不想要輪流發言 選我選我 會不會很齊特的 讓別人沒有辦法專心上課 好 會不會發出噪音 讓人家都沒辦法安靜上課呢 會不會哈哈哈哈哈哈的取笑別人 然後也取笑別人 恐龍不會這樣喔 恐龍他會遵守規則 上課的時候會記得舉手發言 恐龍啊他也可以跟同學們一起完成計畫 下課的時候呢 他們會一起玩在一起 也會阻止別人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怎麼樣去欺負別人喔 他呢也會把桌面上都收拾得乾乾淨淨 然後準備回家去了 做得好做得好我的好恐龍 各位小朋友 今晚的這個故事以後 有沒有發現 在禮拜上的同學 也有的人像恐龍一樣 有很獨特的個性 或者是獨特的習慣呢 那如果我們願意很好的認識他 讓他相處在一起 我們也可以一起合作 一起遊戲 一起學習 那我們會得到不盡度的樂趣喔 那接下來可以把你們想法 寫在學習單裡面 送到輔導室 讓我們一起分享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結束 囉囉 我們一起出去玩吧 掰掰 掰掰